1 2 3 B 關政傑 關政傑先生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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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政傑先生 對了 關先生 剛才我總是多少認識有 但我總是不明白 區議員區議會那些事 麻煩你詳細些說給我們大家聽 好嗎 這樣啊 我想呢 如果你要我馬上回答你 我怕會說得不太清楚 不過呢 不如這樣吧 我盡力帶你們去找到答案為止 一於是這樣說 是這樣啊 我們馬上去啦 很多市民對區議會的認識都不是很深 其實我們每一個做市民的呢 都應該重視區議會的 因為它是一個民意表達的途徑 區議會的成立 使得我們做市民的有更多的發言權 還有可以對地區管理有更多的參與 為什麼呢 因為區議會裡面的議員呢 很多都是非官首的 現在上部分的非官首議員是由市民直接選出來的 所以他們都很能夠代表我們市民的意見 那麽呢 港九市區十個區議會的選舉呢 將會在今年的九月 凡是在香港住了超過十年 而又沒有犯過刑事案的市民 他得到十個在同一個選區裡面的市民的提名 就可以成為區議員的候選人 或者你會問 那做區議員是做些什麽的呢 現在呢 雖然就沒有由市民選出來的區議員 但是呢 我可以介紹一位由政府委任的非官首議員 給大家認識 他就最清楚了 五太呀 你除了是區議會的議員之外 你平日好像是從事教育工作的 是呀 好似其他區議員一樣呢 我平日除了參與區議會的工作之外 還有一份正職 那認真不說得 那是呀 那你們作為一個區議會的非官首議員 就好似官民之間的僑良一樣 就一些影響區內居民利益問題 是要反映民意和提供意見的 那你們怎樣去搜集這類的資料呢 哦 平日日常生活所見所聞 都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來的 例如我平日上學的時候 見到那些爛了的欄杆 那我就可以把它提交給有關部門修理啦 又好像那些爛路 是對市民造成很大的不變的 尤其是那些老人家和弟弟走過 還會發生危險 那據我所知呢 你平日接觸到的市民 有些什麼要改善的 你當然是會注意的 但是為了更加了解民意呢 你們黃大仙區 還特別安排了一個固定的時間 來接見市民聽取民意的 我住在龍沿坑村的 我上來區議會 就改善那些環境 因為有一條路 又爛又凹又凸 走這路上是真正方便的 同時是呀 還有一些小孩子 真的很麻煙呀 之後都花學一早 那時候就不夠了 是很不安全的嘛 好了 那我們會盡快派同事去看看 我想很多市民都想知道 當他們向你提出了意見之後 你們是會怎樣去執行改善工作的 其實我們區議會是以負責諮詢 和轉達民意為主的 當然還包括提議改善計劃 但是真正執行改善工作的 就是地區管理委員會 簡稱就是區管會 我們每次在接到投訴之後 就會開會研究 然後交給區管會的同事去處理 吳太太 吳先生 這件個案麻煩你了 幫我和你介紹 這位是我們區管會的環境改善小組的主席 這位飯飯 交友 簡單來說 就是說 區議會接到市民的意見之後 就交給區管會去執行 你們是互相配合一起進行的 區議會和區管會的配合 就是好像腦袋和手的配合一樣 是的 我們區管會 除了處理市民的投訴 還有那些建議之外 我們每天都派很多行政主任去各地巡視 希望能夠最快的速度 是找出區裡頭要改善的地方 已經有市民提議要改善的地方 我們的行政主任都會親自去體察一下 喂 小朋友 是的 這裡很危險 你們在做什麼 怕什麼 不在這裡玩 在哪裡玩 看起來存在的問題都很多 雖然存在的問題是很多 但是我們在政府各部門的配合 和市民的協助下 已經改善了不少 我知道德望村這條路 就好像是由區議會供應材料 然後就由居民自己合力造成 是的 如果市民是樂於參與和提出意見 那我們身為區議員的 是樂於成為市民和政府之間的一道橋 沒錯 就因為有這道橋樑 這裡的居民出入的安全就好得多了 總之 受益的就是大家 好像黃大仙下村 第四座和第五座之間 這裡以前是一個環境很差的非法小販區 經過我們安排之後 很多小販都搬到合法的地方擺賣 這次由區議會和區管會統籌 再配合政府七八個部門的合作 終於我們就把這裡 變成一個可以給市民憂甜的公園 是的 由於這個區管會的成員 是包括了十二個政府部門的代表 所以如果想組織一次 牽涉七八個正高部門的清拆團隊 亦都已經不太困難了 我知道黃大仙區議會已經有計劃 在每一個月出動一次去清拆一個環境污點 不是呀Michael 是最少一個 那我相信大家很快就會見到一些成績 太太 我知道黃大仙區議會 除了在環境改善方面除了很多工夫 你們還訂了一連串的發展計劃 是啊 我們希望藉著有系統的計劃 將黃大仙發展成為一個均衡發展的地區 以及一個可以給居民安居樂業的地方 那你們一連串的計劃是在哪方面的呢 首先最受關注的就是交通 雖然我們黃大仙區有四個地鐵站那麼多 在交通上面已經幫輕了不少 但是一到上落班的時候 幾條主要的馬路就會出現擠塞的情形 我知道你們請了一間顧問公司來幫你們研究 就已經是提供了一套改善計劃 是啊 我們希望盡早推行一個交通管理計劃 那我們就會在幾條主要的馬路上面 就是設立禁區和巴士專線 他們就是太子道、彩虹道、鳳德街、東頭村道等等 希望可以減少擠塞的情形 據我所知 你們針對這個新浦江工業區的擠塞情形 你們會是實行管制 就將那些工廠大廈的後巷 以及未曾被充分利用的泊車地方去清理 就要那些業主 是用這些地方去泊車和上落貨這樣 是啊 因為很多時候塞車是因為沒有地方泊車 那就要迫著為例泊車而造成的 那我們區議會為了解決車位的問題 就來會建兩個多層的停車場 一個就會在雙鳳街的臨時垃圾站上面 一個就會在崇寧街的臨時遊樂場那裡 我聽說崇寧街的球場將來會建一個劇院 是啊 不過是建在停車場上面 而那裡還會有其他的設施 好像圖書館和室內遊樂場那裡 那相當有規復 是啊 因為你知道 康樂對一個社區是非常之重要的 根據政府所規定的比例 在每十萬人附近 就應該有十五公頃的休田場所 難怪最近我聽到說 看著遊樂場那塊地 將來這個租約滿了之後就會收回 用來建一個很大的休憩花園 那到時那些居民又可以 是多一個地方去享受典費 不止一個 我們就來會將虎山道的臨時街市搬走 在那裡建一個游泳池和運動場 至於在機場對著打鐵街一帶的木屋區 就來會得到千載 在那裡我們會建遊樂場的 那將來黃大仙的居民 又可以多些地方去休息 還有給青少年去玩 說起青少年 我們黃大仙區 剛剛開始了一個美化黃大仙計劃 是透過區裡面的 熱心青少年義工的參與和合作 那用區議會賣的油和工具 將區裡面的公眾康樂場所 分析一番成績是很好的 他們好像還幫了一些老人家和傷殘人士 去清理和分析他們的家 是啊 相當樂力 我們這個計劃除了改善環境之外 還可以加強居民的歸屬感 還有培養他們之間的互助精神 難怪你們的驕魚說 美化黃大仙幸福在眼前 是啊 是的 osaurs etap鬥 唯有